在委内瑞拉国内矛盾持续发酵 为总统马杜罗与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僵持不下的情况下 美国突然做出表态 据报道 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法勒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如果美国总统克朗普做出决定 美军随时准备军事干预委内瑞拉 讯息公布之后 瓜伊多立马开始碰瓷中国 据报道 4月17日 委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表示 已与中方建立联络 称中方了解其立场 并呼吁中国转变对委立场 帮助委国内政权和平过渡 对此 外交部发言人陆康 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 中方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的立场上是明确的 中方支援委内瑞拉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稳定和发展的努力 委内瑞拉事务应由委内瑞拉人民独立自主决定 众所周知 中国不是美国 对于频频干涉别国内政的美国来说 中国绝不会干涉任何国家内政 由此可见 瓜伊多想要碰瓷的把戏只能破灭了 有关人士透露 早在几日前 瓜伊多就曾公开挑衅俄罗斯 称俄罗斯进入委内瑞拉境内是非法的 并表示反对派从未考虑过用军事手段解决委危机 然而一向做法强硬的俄罗斯 对于瓜伊多的挑衅 根本不予理会 有关人士分析 就在美国透露军事干预时间后 瓜伊多就为掩护美国 对中俄相继较胆 此举简直不知天高地厚 对于立场坚定的中国来说 瓜伊多的野心 只能以失败告终